欢迎回到梦想全记录 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实力一直是我们所骄傲的 但是如果没有传统产业作为根本 其实也很难有今日的成就 在台中的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中 有一家专业制造CNC 弯管机 以及原具机的合合机械 研发人员占员工比例的18%以上 也因此造就了亚洲第一的产业规模 从传统的机械产业发展成科技的机械产业 如何能够做到世界级的研发与创新优势呢 他们的成功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 以金属原具机CNC弯管机 为公司营运主轴的合合机械 在市场的占有率和规模都是亚洲第一 成功的原因除了三十年的技术经验外 靠的就是创新 创新就是企业的命脉 因为你没有新产品 你就没有新市场 那客户尤其是像我们做设备业的 就是客户买了你的设备 它我们都是用二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 那你没有新的产品 没有新的功能 怎么样去吸引客户来购买新的东西 那同时新的产品新的功能 这种新的东西一定是符合客户的需求 不是你在那边空想 所以说我们创新一定要符合 一定要去在市场上面去得到 客户的这个回馈 它的需求去满足 这样才是真的创新 在机械设备产业的领域中 如何看见客户的需求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因此合合机械凭借着自主关键技术 与创新设计的研发团队 展现优异的设计能力 创新研发并不只是口号而已 现在我们公司的这个研发人员 大概占我们公司总人数大概18% 那这个比例算是非常高 在传统机械来讲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公司会需要 这么多的研发人员呢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公司一向是希望做 不要做那种me too的产品 我们希望是创新的 在市场上有不一样的产品 这样 所以呢 这个研发创新是我们一直以来 一直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一点呢是 我们公司已经从这个传统的机械业 慢慢地这样演进到 这个更进一步高精度高速度的 这个雷射加工 那雷射加工的部分呢 就是说它有包含机械电机控制 还有光学各个领域的整合 那这个势必须要引进大量的 这个研发人员 让产品更上一层楼 说得简单 但实行上却很不容易 如何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更是一门学问 合合在台湾这边 跟着台湾整体的技术的进步 还有年轻人的学 他们的学习的 和现在比较高端的技术 他们的基本的学识 都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在电脑控制方面 跟在世界上也 跟人家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在我们在运用 自动控制的元件方面的技术 还有写软体写程式都OK 所以在这方面 只要使用者 他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他需要什么样的操作界面 我们都可以帮他开发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在世界上是 不会输人家的 不输人的精神 加上丰富的制造经验 及研发能量 让和和机械不断进步 也因此和和机械 对自我的期许 不仅仅是一家机械制造工厂 而是提供客户服务的企业 因为一般市面上销售的是 工作母鸡比较多 它是一种标准产品 标准产品就是销售者 他不需要去教客户怎么用 那我们这个产业机械 就是复合不同产品的 加工 所以有些客户他不知道 如何用我们的机器来 使他的产品能够更快 更好做得出来 那我们的销售人员 一开始他就要先从专业下手 他先懂 懂客户的制程以后 然后再从客户的制程中切入 这样子 所以从销售到客户纳入 在生产的这个阶段 他就都必须要从头投入到 让客户能够顺利生产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的销售工程师来讲 他们的专业的需要的专业的训练 那是比别的机械来讲还要严格很多 请听客户的声音 提供先进的设计 就是合合机械成功的原因 因此每一个世代的弯管机 及原具机 都让客户印象深刻 我们弯管机 最 大家有时候不知道说 它在做什么 所以平常最熟悉的就是 厨房 卫浴设备 像这个雪龙头也是 另外我们小孩子骑的脚踏车 或摩托车的这个把手 这个也是 还有我们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 事实上座椅也用 这个头枕也有 还有我们看不见的 是汽车底盘下面的刹车油管也是 所以我们从大大小小的用途都有 譬如说这张椅子 像这个椅子 它以前要分好几次来弯 那有CNC加弯管机以后 它就可以从头到尾一次完成 节省不少的工序 节省工序也同时减少了 产品制造商的困难 但是合合机械对弯管机的创新 不仅如此 对于弯管机的创新设计 是针对操作者 他在工作的时候高度 因为传统的设计 它的高度都偏高 在亚洲人的身材又不太高的情况之下 它在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都太容易疲累了 所以我们的设计工程师 他们用一种创新的做法 把整个机器的高度 能够降低下来 符合人体供水 所以这个高度 现在在客户那边使用 他们也很高兴 所以这是对客户的一个改善的利益 考量的细节很多 就连中西方使用者的身高不同 都考虑到了 就是要让弯管机能够让使用者更方便 更容易上手 而功能上的增加更是下足了苦心 我们这部弯管机它的特点 就是在于它的床身 降得非常符合人体工学 让我们的客户 可以很轻易地去操作这部机器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又加入了自己 特别研发的燕尾 可以大大的增加 这个机器在运作的时候的刚性 也就是说客户可以更加地提升 它生产的稳定度 还有它的良率 增加生产的稳定度及良率 让制造过程中的废料减少 降低制造成本 就是替客户着想的精神 让机械更先进 那这部机器本身有七个四伏轴 特别我要介绍的是它的送料轴 搭配我们自己开发的变速箱 它可以在关管的过程之中 输出低速以及高速 那我们在特别需要客户 特别应用在需要减薄力要求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进入会切换到 自动切换到低速的状态 这台机器是可以提供 大概四吨左右的推力 可以确保客户要成型的管件 它的减薄力非常的低 那在搭配我们双刀切断的工作 所以客户可以节省掉 一般弯管机弯管以后 还必须要去切断的这个制程 所以这部机器等于就是说客户使用以后 它成型完就可以马上进行切割的动作 去达到客户所需要的形状 它的减薄力 它的弯曲力 它的稳定度 还有它所需要的尺寸 在弯管机加上切割的系统 减少客户时间上的耗损及废料的产生 这一切的发响源头 林祖年说就是倾听客户的声音 这个弯管机的部分 我们最主要是在这个机头的机构 还有夹前的机构上面做了一些改变 那机头的部分我们用了一个 比较新型的这个窝杆窝轮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整个长度可以缩短 那它的这个速度呢 跟精度都可以提高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夹前的部分 那个夹前的我们用了一个 扇形齿轮的一个特殊机构 这个专利的特殊机构呢 让我们也是一样 整个体积就缩小 那这个部分呢 特别是因为它的体积缩小的关系 我们整体的机台的高度可以降低 那降低之后呢 同时节省了材料成本 而且呢我们整个机构 这个运动起来 它也比较稳固 那这几项的改变呢 都是因应客户的要求 因为过去的产品呢 就是我们只顾着达到 我们自己设计的规格 而没有实际考虑到 客户在使用上面 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快速 这种快速高精度的这种要求 那我们在这一次呢 特别把这两项设计进去 同时达到了节能 同时达到了节省材料 同时达到快速和高精度的这个要求 复合式的加工能力 让CNC四轴弯管机 获得了台湾精品奖的肯定 而另一项主力产品 SA105NC金属原锯机 也同时获得了这项输融 它这一台是非常高效率的一部机器 那客户通常他们都会在晚上的时候 把一顿两顿的材料 就放到后面的料价上面 然后就可以下班离开 明天早上的时候 这些料就已经被季切完成 那最后一部 LM3000 它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一部 晚间长度的量测机 也就是等于说 所有机器出来 去除毛边以后的管件 都会经过它量测 量测出来 如果是尺寸正确的 它才会pass 如果不正确的 它就会掉到不良品区 那客户来讲 它就可以节省掉 大量的人力来做这个管件的 验证的工作 所以它是一整套非常完整的 高效力的一个生产线 自动净料切割 就连检验都由机器自己完成 除此之外 跟传统原具机相比 在使用界面上 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传统的原具机里面 它都是用固定的参数 去切一个磅材 那像这个磅材 我们现在尺寸越切越大 那它要消耗的能量 要达到它的精度 这是越来越困难 那我们的机台 就是有一个智能化的功能 它是不需要使用者设定 但是我们会在切割的过程中 去根据这个磅材的形状 去变化我们切割的参数 这些参数都是我们累积 三十多年的经验 所以使用者完全不需要学习 他就可以用最佳的参数 用最节省的时间 最节省能源的方式 去把这个很大的磅材材切断 减少了复杂的设定 让电脑判断出最节能的方法切割 减少能源的浪费 让原具机更加环保 林祖年说 还有另一项节省材料的功能呢 这台机器有一个节省料纹的功能 那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想像说我现在要切这根磅子 那我一定是两边要把它夹持住 然后中间又一个局把它切断 那这样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后的时候呢 最后面你夹持这个部分 势必就会浪费掉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料尾 那一般市面上看到的这种原具机呢 它的料尾的长度都非常的长 大概就到50mm左右 那这样我们呢 有一个设计一个特殊的机构 可以在最后一刀的时候呢 去节省这个料尾 让它可以多切一刀 那这样的话呢 通常可以节省到50%以上的料尾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在生产上面 我们可以节省材料的使用 节能 创新 与客户一同成长 落实了合合机械的中心价值 在所有同仁心中 不因自己是亚洲第一而感到骄傲 而是要把台湾精品推向世界第一 也设计创新的设计创新的 举办各类型的生活用品 机械外壳上各式各样的花纹与文字 都是用网印机所印制